最近娱乐圈中的大师可以一见又接着一见,像教威、黄晓明、杨颖、范冰冰等都受到了负面消息的影响,而冯小刚也逃不掉。 自从崔永元开始把矛头指向了冯小刚以后,感觉冯小刚没戏了,华裔公司的股票一跌再跌,冯小刚在江湖儿女里面的戏份也都被删除,据说前段时间冯小刚把自己名下的公司都注销掉了,看来这次真的是要亮亮了呀。 近段时间也没有任何的消息,没有拍戏,也没有演戏,也没有出现在公共场合,不知道是不是在接受调查。 其实冯小刚单论其他的不说,在观众的眼中冯小刚其实是一个还黄衡引的导演,他不是课班出身,文化水平也不高,但是他想要成功,他渴望成功,不管怎么第三下次的去和别人拉关系,套近乎。 只要能让他进步,他就觉得是值得的,所以说冯小刚一路走来并不容易,他付出了比别的导演更多的努力,才走到今天这个地位,但是这件事情一出,不知道以后他还会不会,有机会再拍戏了。 手机二很有可能就是他最后一部作品了,虽然他平时为人比较心高气傲,但是他的能力和实力是不容小觑的。 冯小刚拍第一部手机的时候,就深深的伤害了崔永元,不到前不说,把闹还要拍第二部。 当四月初小翠听说手机二要拍时,明确对刘振云进行了劝阻,他说的是,我还是觉得不妥,可谁知道这样一句话终于包含了他心中多大的愤怒,肚子急了还咬人呢? 这次随永元把这么多事曝光出来,也是让这些人长了些记忆,否则真的是一下气要人家啊? 小伙伴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?欢迎下方评论。